大家好,我是零三仔積層,好高興日見到大家 先買一下廣告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E-ink世界的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定期發布的E-ink Weekly 好,現在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一周 在E-ink世界裏面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希望大家喜歡 第一則是E-ink新聞 對大部分電子閱讀器的愛好者而言 應該只是聽聞過E-ink Carter Gallery Free,Kaleido Plus,Kaleido Free等等 關於電子墨水的專有名詞 其實元泰科技旗下是有10個核心品牌的產品 以設是不同生產商和公司 在不同使用場景之下的需求 提供各樣同樣低功耗 視覺有善的電子紙的顯示解決方案 而剛才提及的三個名詞 只是其中的三個品牌產品 今天向大家介紹的 正是對一般閱讀器的用戶來說 較為陌生的Spatra系列 這一項彩色電子墨水顯示技術 是專用於廣告電子貨架標籤的開發 由最早期只能夠顯示黑白紅或黑白黃等 三種顏色的Spatra 3000 到能夠顯示黑白紅黃四種顏色 刷新更快的Spatra 3100 再到能夠顯示黑白紅黃橙五種顏色的Spatra 3100 Plus 一直都穩步發展的 令人驚奇的是 經過數年的累積 已經今回公佈的Spatra 6有革命性的提升 透過強化顏色光譜和先進的彩色成像演算法 提供了反色色顯示器 前所未有的色彩飽和度和鮮艷度 並且能夠比美現在市場上最先進的紫質彩色列印機 相同的色彩效果 但是未有公佈可顯示的顏色數量 解像度亦都提升到200ppi 對比度是30比1 可以在攝製0至50度的溫間運作 另有採用是Eing Sparkle技術 去設計局部圖像閃爍的效果 透過局部動態的影像特效 可以令到廣告信息更加突出 Eing表示 這個技術目標是為所有的紫質海報看板 提供好似印刷品質的替代品 包括POG展示、看板、海報 以及其他店裏面的廣告 客戶可以根據不同的應用場景 去挑選合適的尺寸大小 令到商品的廣告和行銷效果有所增強 這款全新Eing Spectra 6彩色電子紙 將會在4月19日至21日 在Touch Taiwan 2023 Eing原泰科技的攤位裏面首度展示 然後將會在5月23至25日 在美國洛杉磯會議中心SID的顯示周展出 慘不預計會在2024年量產上市 第二則同樣是Eing新聞 在全球各地 很多的電子書閱讀平台 都提供付費訂閱的無限閱讀計劃 最出名的當屬Amazon 近十年來推出的Kindle Unlimited 其中包含數以百萬本計的電子書、雜誌和有聲書 訂閱的用戶可以任意閱讀 而台灣的讀物Readmall、Pubu等等 亦都有類似的服務 但提供的資源規模就會小一點 裝為全球第二大電子書平台的樂天Kobo 亦都在數年前推出了訂閱任讀服務 名為Kobo Plus 最早是先向荷蘭、加拿大、葡萄牙、 澳大利亞、意大利和法國推出的 服務亦都相當受歡迎 而去到2023年Kobo終於擴展到美國和英國 官方聲稱訂閱會員是可以無限制訪問 超過130萬本電子書和超過10萬本的有聲書 包括當代小說、文學作品、科幻小說、懸疑小說、 浪漫小說等等豐富的電子書資源 不過和Kindle Unlimited的任意閱覽全部資源是不同的 Kobo Plus有三個選項 只限閱電子書的Kobo Plus Read 只限聽有聲書的Kobo Plus Listen 以上兩項服務的月費美國是7.99美元,英國是8.99磅 以及可以閱覽電子書和有聲書的Kobo Plus Read and Listen 美國的月費是9.99美元,而英國的月費是11.99磅 這三項服務都會提供30天的試用 如果你有興趣在未來訂閱Kobo Plus服務 請注意以下重點 不是所有Kobo電子書都可以透過Kobo Plus閱讀 此外,如果Kobo Plus服務的10萬本有聲書不符合你的需求 Kobo還提供了Kobo Audio Book Credits服務 需要支付每月9.99美元或者6.99英鎊 每個月你會獲得一個Credit 可以在35萬本有聲書當中選一本 Kobo Plus的訂閱者可以在Kobo電子閱讀器上使用這個服務 也可以透過iOS或者Android的Kobo Apps去使用 使用者需要連接互聯網才能夠下載電子書 但是最多可以離線保存是15倍Kobo Plus的書籍以供閱讀 第三則是e-ink新品的介紹 如果你常常關注眾籌產品 又是e-ink愛好者的話 應該會對V-inkstone這個名字有些印象 沒錯,這就是在2021年中 在Kickstarter眾籌他們公司的首歡產品 採用全新彩色DES技術的電子閱讀器 V-inkstone R1的品牌 由於這個產品的發貨一路延後 引起了眾多世界各地的backer一路的擔憂質疑 在上個月的23日 V-inkstone的創辦人Stone 向所有backer發出一封信 重點提到他們的公司會順手承諾 在7月完成生產下一批R1 然後會一次性發送給所有未交付的訂單 對,直到現時為止 有部份backer是收到R1 但亦有一部份是未收到的 信中有一段內容是提及到他們公司的下一款新品 V-ink case 一款智能電子密水平手機殼 這一款手機殼是專為iPhone14系列而設的 在背脚配有一塊3.71英寸 可以顯示黑白紅三種顏色的e-ink屏幕 用戶可以在Apple Store下載專屬的apps 在裏面選用預設的主題模板 亦都可以自行DIY 再在上面建入文字的內容 然後透過附帶的nitling插口或者藍牙來同步 在e-ink屏幕上顯示 它本身是不用用電池的 只會在轉換畫面的時候才會消耗手機的電力 而作為一個手機保護殼 V-ink case是由PC加上TPU物料製成 具有360度四個全圓槽設計 可以有效換解跌落的衝擊 另外保護的邊框是高於相機 可以有效防止鏡頭刮傷 背蓋有AF分子梳水塗層 具有防滑防止紋的功效 V-ink Stone已經在美國Amazon上 上架這一款e-ink新品 iPhone14、14 Pro、14 Pro Max的款式 各有兩種顏色可以選擇 定價是69.99美元 而V-ink Stone R1的backer可以去V-ink Stone 申請這個V-ink case50%的折扣碼 第四則繼續是e-ink新品的介紹 近日在念書廣告那裡 就見到一款尚未面世 外觀是酷似文石Boltleaf II 同樣採用電子墨水瓶的電子閱讀器 名叫做Hesminis E-Reader 這款產品已經在4月11日出現 在眾籌平台Kickstarter那裡 短短15分鐘已經籌得目標金額 不足4天的時間已經獲得200餘人的支持 反應不錯 介紹一下這款新品的規格 Hesminis E-Reader 採用了一塊5.83英寸的e-ink屏幕 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塊電子墨水瓶只有138ppi 解像度是648乘以480 通常是用來做電子標籤用 現在用來做閱讀器 和市面上主流6英寸300pp相比 顯示文字的效果陷幼 另外網站列出處理器是4核心 Cottet A7 GPU是Mari-48MP2 很大機會是全自Aurina H3芯片 是一火在2015年面世 40mm的入門芯片 這一部電子閱讀器是採用開放式系統 可以從Google Play下載不同的應用程式 有16GB的儲存空間 可以插入TF卡 最高支援128GB 沒有書寫功能 用戶是可以通過兩波的實體鍵 和觸控屏幕去進行操作 支援主流的檔案格式 包括PDF、EPUB、Mobi、TXT等等 另外是配備Type-C端口進行充電 機身有藍黑兩款可以選擇 它主打的是輕薄便攜 機身厚度只有6.8mm 重量是155克 順帶一提 Hasmini本身不是專注研發電子閱讀器的公司 它們在眾籌平台曾經推出過兩款Mini PC 這一次Hasmini eReader 是它們首次攝觸電子閱讀器產業的產品 最終能不能夠順利推出 能不能夠為電子閱讀器界帶來新鮮感 仍有待觀察 好,今集E-Ink Weekly的內容就暫過一段落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記得讚好我這一段片 才能夠讓到有多些人可以看到我這個系列的影片 如果你想輕輕鬆鬆了解E-Ink世界 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由於E-Ink的新聞相對是沒有這麼講究時效性 上幾集如果你未看的話 不要再看吧 會相當具資訊性和趣味性 亦希望大家可以分享這個系列的影片 讓你身邊的朋友去看 去認識一下E-Ink世界是何等的豐富 何等的有趣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的話 歡迎Buy Me A Coffee 如果你想學習歐介顏不舒服的話 亦都可以在Buy Me A Coffee那裏成為我的月費會員 感謝你 如果你想了解最專業的電子閱讀器新聞和資料 或是你和你的親友是人在英國 想購買電子閱讀器的話 歡迎你可以去我經營的網店 E-Reader Pro那裏去逛一逛 所有有關的資料 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裏列出的 希望下星期都能夠見到你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狼就到這裏了 Bye Bye ! 出品的電子